为了获得更加具体的了解,让我们看一看在北海道交易会中价格合理的马较多的秋交会上一岁马的价格。 正如所看到的那样,在秋交会上市的马没有极端偏高的价格,特别是母马可以较便宜的价格买到。 而公马近年来的价格也一直走低。 让我们看一看中卫价格吧。 平均价格受少数高价马的影响较大,因此中卫价格更能正确地反映本次交易会的实际状况。 看到这里,可能有许多人已经对购买日产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以下将为大家具体说明北海道交易会的四大交易会。 唯一的两岁马交易会,Ready to Run交易会,就是指驯马交易会。 每年五月份举行。 从购买到首次参赛的间隔时间短,是该交易会的魅力所在。 其中获得2010年天王碑的Java Mail,就是出自该交易会的名马之一。 迅马交易会会场设在JRA渣黄赛马场。 这里不仅交通方便,交易会前后还可以游览观光,品尝美食,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提供各种享受。 一岁马交易会在马达产地日高地区的境内举行。 七月份举行的就是精选马交易会。 这是血统和马身体条件都很高的两马会级的交易会。 价格虽然也相应较高,但对于想购买到好苗子的马主来讲,是值得推荐的交易会。 就像过去的每年一样,该交易会可振卫是各种重要赛事的冠军马的摇篮。 其中还包括Seven Wonder,Logic等G1冠军马。 Logic,Fine Green,Logic,Fine Green,Logic,Logic,Goal! 接下来将举行的是夏娇会。 该交易会将有1000匹以上的一岁马上市。 可选择对象多,对买家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其中必定有价格超便宜,日后会大放异彩的黑马上市。 最近的例子是,2008年夏娇会上以315万日元成交的Love Me Chang, 勇夺全日本两岁名居赛桂冠,并称为G1冠军马。 每年最后的交易会就是秋交会。 正如以上介绍的那样,这是一次价格相对便宜的马较多的交易会。 但其中也涌现出许多活跃在各大赛场的两马。 驰骋在日本赛场的马中,每年都会出现可挣到相当于购买价格20倍,乃至30倍奖金的马。 请务必从上市名单中发现卫星雕琢,属于您的钻石原石。 若要了解日产马的魅力或希望购买,无论是谁都可以随时与JBBA联系。 在日本的语言问题,到达交易会场的交通问题,购买和运输有关的问题等, 首次在日本买马一定会存在许多不安和担心。 为了使您消除这些不安和担心,JBBA将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无论是关于交易本身,还是为了使您在滞留日本期间过得更加充实, 只要是我们能帮忙地,尽请提出与我们商量。 另外,在北海道,可满足客户休闲观光需求的度假圣地很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海道拥有包括海产品在内的数不胜数的美味佳肴。 北海道的拉面也是其著名的特产之一。 不仅北海道,既然来到了日本,东京、京都也是值得一游的地方。 在京都,可以亲身感受日本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以及色彩斑驳的四季景色。 在东京,可以充分地领略其现代城市风情。 在购买赛马的同时,请您尽情享受在日本的休闲时间。 北海道交易会是充满许多机会,让您获得带您迈向巨大成功的黑马的交易社会。 请务必在您的选择中加入日产马,使您未来的赛马生活更加充实,让您的事业更加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